我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的性骚扰事件 但学历友哥哥 not only 鸡排妹指控你 but also 某个女服务生 也和你有不愉快的回忆呢 女服务生原本在桃园某高档餐厅工作 某天翁立友和他的老板朋友们吃饭 全程由该女桌边服务 翁立友对她说 你长得很漂亮 烤肉很可惜 甚至要女服务生转她旁边帮她一个人服务 这女服务生呢也不是吃素的 回了一句 请问你是翁立友吗 翁立友才意识到 原来自己也是有知名度的 不可以欧北来 把她同桌的老板朋友们居然说 你能服务到大明星是你的荣幸 让女服务生瞬间白眼 诶 瓜就到这边 翁立友所属的豪迹唱片表示 不再予以回应 香米们躁动 翁在称什么嘞 不道歉就会一直吵 第一时间道歉很难嘛 我想哭 同样哭不出奶 听翁立友心疼的粉粉说 好烂的爆料内容 现在就是抢导重人推了 还有人质疑 为何女生被性骚扰 不去警局报案 都是响哄 女类动新闻 你这个情绪 来人哪 给我打1330百 算了 还是我自己来 报导